在过去的一百年间 谁掌握了三大核心零部件的核心技术 谁拥有一个完整的供应链 谁就是王者 可我们轰轰烈烈地造了五十年的车 最终还是个给外国人打工的青铜 而在新能源时代 当发动机 底盘和变速箱 三大核心零部件被电池 电机和电控取代 我们才终于看到弯道超车的可能 这次再不说话 我们可能会错过 第二次突围中 我们最大的问题 是市场的没有归市场 政府的也没有归政府 但在混乱之中 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一丝活气 从1985年起 我们开始实施一个很受争议的制度 目录管理 所谓目录管理制度 就是只允许目录中的企业生产汽车 同时对汽车产品和生产场地进行严格管理 这个政策原本是为了改善 中国汽车产业散乱差的局面 结果呢 却让目录本身成了最稀缺的东西 不仅阻碍了市场的优胜劣汰 还滋生了寻租行为 当年吉利的创始人李舒福一直想造车 商人的思维是 这钱一气赚得 上气赚得 为什么我赚不得 这钱他当然不能赚 他没有生产执照呀 为了能合法的造车 李舒福跑遍了全国各个部门 求国家能给他一个失败的机会 但没人鸟他 最后他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和四川德阳监狱汽车厂合作 借壳生产汽车 在目录管理的制度下 吉利们开始猥琐发育 同时大量的民营零部件企业 也开始在1995年后浮出水面 比如鲁冠球的万象集团 曹德旺的福药玻璃 为什么1995年后 大量的民间资本 开始涌向汽车领域呢 因为1994年国家首次提出 鼓励汽车消费 允许私人购车 同时对核资产品 有了明确的国产化要求 当然还有另外两个大背景 一个是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 另一个是1994年 我们的GDP突破了5000亿美元 市场有了 政策也有了 种种迹象表明 第三次突围的机会 又来了 但西方发达国家 用100年打造的行业壁垒 是那么容易被打破的吗 而且盯上中国汽车市场 这块肥肉的 何止是李舒服们 实际上 1994年之后 跨国巨头 开始了更大规模的 和中国车企进行合资布局 所以1997年 有了上汽通用 1998年 有了广汽本田 2003年 有了一汽丰田 和华晨宝马 另外 随着2001年 中国加入WTO 我们越来越难通过关税 来保护我们的汽车产业 所以这注定 又是一场凶险异常的突围 但万万没想到 当我们抱着必死的决心 把血加满 准备血战到底的时候 一个新的时代 新能源时代 来了 石油危机 全球气候变暖 新能源科技的进步 石油美元霸权 这所有的一切 都在疯狂暗示我们 新能源车 迟早会取代燃油车 只是这个迟早 有点难拿捏 而我们能精准地 把握时间节点 站上风口 逆风翻盘 其实有点阴差阳错 有点无心插流 在2000年以前 日本锂电 是绝对的行业霸主 其全球份额 稳定在95%以上 但上世纪90年代 中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 开始承接 日韩电子产业的 大规模转移 只不过 当时我们还没有 把新能源和造车 联系在一起 1994年 28岁的王传福 带着工人们 挤在深圳的一间民房里 开始生产 日本人淘汰的 涅格电池 他们白天一起搞生产 晚上一起打通铺 因为买不起 自动化生产线 王传福就用家具 加人工 等于机器手的思路 打造了一条 半自动化生产线 当时一个设备 得20万美元 但一个工人月薪 只要几百块 很快 比亚迪就以人海战术 成为中国第一 世界第四大 电池生产商 2000年 王传福继续用 他的人海战术 打造了 锂电池生产线 并成为摩托罗拉 诺基亚 TCL的 手机电池供应商 2003年 成为世界电池之王 另一个技术出身的 电池大佬 曾玉群 起步比王传福 稍微晚几年 1999年 31岁的曾玉群 和梁绍康 陈唐华 在香港成立了 新能源科技 并成功打入 苹果供应链 2011年 为了生产动力电池 曾玉群又在家乡宁德 创立了宁德时代 并顺利拿到了 宝马等车企的单子 至此 中国的电池双雄 以价格屠夫的名号 开始行走江湖 把国外的很多理电大厂 打得半身不遂 丢亏卸甲 2004年 马斯克入主特斯拉 但在此之前 有两个中国人 就看准了 新能源汽车的赛道 一个是曾在奥迪工作多年 后担任 中国科技部部长的万刚 早在2000年 他就上书国务院 建议发展新能源汽车 在造车领域 实现弯道超车 另一个是把电池 做到了世界第一的王传福 2003年 他宣布进军 电动车领域 那个年代 电动车和现在的元宇宙一样 还在炒概念的阶段 须得一批 一方面 美的奥克斯 五粮业 云南红塔 都嚷嚷着要造车 另一方面 当王传福 说想收购西安秦川汽车 并扬言要造电动车时 香港投资人打来电话威胁 我们要抛你的股票 抛死为止 在电池技术还很拉胯 石油才30美元一桶 燃油车还是主流 商人们还在观望的年代 我们国家居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 梭哈新能源 因为在燃油车领域 我们实在是落后了太多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 谁掌握了三大核心零部件的核心技术 谁拥有一个完整的供应链 谁就是王者 可我们轰轰烈烈地造了50年的车 最终还是个给外国人打工的青铜 而在新能源时代 当发动机底盘和变速箱 三大核心零部件 被电池电机和电控取代 我们才终于看到弯道超车的可能 这次再不缩哈 我们可能会错过另一个一百年 2009年1月 国家开始启动石城千辆项目 并公布了补贴标准 混动最高补贴5万美辆 纯电最高6万美辆 10米以上的混动和纯电公交 可以享受42到50万美辆的优惠 此项前无古人的补贴标准一落地 中国一下就冒出了 1500多家锂电公司 而其中大部分是投机的空壳公司 实际上 当时国内电池做的最好的公司 成品率只能达到60% 此时松下三星等日韩系厂商 对中国市场虎视眈眈 一旦他们在中国设厂 中国刚起步的锂电行业 可能又会走上老路 沦为替别人打工的长工 所以在2011年4月 国家又出台了新规 外资控股公司 不得从事动力电池生产 这也是曾育群放弃ATL 在家乡宁德 创立宁德时代的直接原因 2012年 中国的新能源产业 再次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当时中国和加拿大 正在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加拿大最大的电力生产企业 魁北克水电 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和中国人对簿公堂 因为早在2003年 他们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申请了一项 几乎覆盖了磷酸铁锂电池的 所有制造技术的技术专利 对方一旦胜诉 我们的磷酸铁锂电池生产商 将来只有两条路 要么一次性缴纳1000万美元的 专利入门费 要么没使用一吨磷酸铁锂 缴纳2500美元授权费 这就意味着 在新的牌桌上 别人摸了王炸 而我们又摸了一对三 还玩个球 在最后关头 对方贪得无厌地玩起了文字游戏 通过修改一些关键词 有意扩大专利认定范围 既然对方不讲武德在先 我们就以欺人之道 还制欺人之身 干脆硬气地驳回了他们的上诉 中国的电池材料厂商 因此逃过一切 接着我们继续搞补贴战术 国家补完了 地方接着补 据估算 从2013到2016年 我们的新能源车补贴 超过了3000亿 同时2015年工信部又发布了一份 俗称白名单的文件 这份文件明确规定 补贴和白名单挂钩 只有用了名单内企业提供的产品 整车厂才能拿到财政补贴 这份文件把占有国内 60%大型乘用车企业市场的 LG 三星等外资企业 直接排除在外 从而为宁德时代们 赢得了喘息时间 2018年 白名单正式被废止 但此时 中国在新能源领域 已经涌现出了 比亚迪和宁德时代 两大巨头 还有蔚来 小鹏 理想等一批 互联网造车新势力 一气 二气 上气 吉利等 传统的燃油车企 也开始了 新能源车的布局 在短短的20年间 我们不仅建立了一个 完整的新能源车 供应链体系 还在新能源车的 核心领域 电池 电机 电控 基本实现了国产化 有些核心技术 甚至反超 西方发达国家 比如在电池方面 比亚迪和宁德时代 就冲到了世界前五的水平 而早在2015年 中国就已正式 感应超美 成为全球第一大 新能源车市场 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 动力电池生产国 我们终于凭这一张 燃油车时代的站台票 挤上了新能源时代的列车 还坐上了商务舱 2013到2016年 当国家大举推行 新能源车补贴的时候 很多人说 这是大撒币行为 因为有些厂家 在一辆普通的 面包车底盘上 加几块电池 燃油车就变成了电动车 卖出去就能拿到几万 甚至几十万的补贴 这还算好的 有些厂家根本就没把车卖出去 而是左手倒右手 自产自销 有些甚至把电池 抠下来循环利用 实现商业的完美闭环 靠补贴转到飞起 国家本想抓住 新能源的大好机遇 在造车上实现弯道超车 几乎很多人发现 弯道上尽是钱 还超什么车呀 对于各种骗补行为 国家不可能不知道 2016年两大经济学家 张维莹和林毅夫 还围绕我们到底 需不需要产业政策 进行了一场轰动全国的辩论 林毅夫认为 要在造车上追赶西方发达国家 必须靠政府的补贴 张维莹则认为 这样的补贴注定会鸡飞蛋打 从根子上看 这其实是一场关于市场经济 与计划经济的论争 因为在张维莹看来 这样的产业政策 就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面对流言蜚语 国家该何去何从 2016年 在经过长达大半年的 大规模调查之后 国家高举低打 只撸下了 五家不知名的小厂 大厂一个没动 紧接着 国家开始将电池能量密度 和车辆续航能力 纳为重要的补贴参数 利用看得见的手 来调整产业结构 指明产业方向 前面说了 第一次造车突围 我们纯粹靠政策驱动 第二次突围 我们败在了市场的 没有归市场 政府的没有归政府 而第三次突围 随历经波折 随乱象丛生 但回过头来却发现 其实在每一个关键节点 我们都尽可能做到了 市场与政府的完美配合 在这个过程中 被看得见的手 打得鼻青脸肿的 LG三星们可能会不服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任何一个国家 当它从一穷二白 走向强大 都少不了利用关税壁垒 低息贷款 产业补贴等手段 来扶持民族产业 当年美国是这样 日本韩国也是这样 为什么我今天要写 中国造车的三次突围呢 因为这三次突围 就是新中国工业 70年的一个缩影 也是这100年来 中华民族实现 伟大复兴的缩影 100多年前 和日本签订了 马关条约的李鸿章 闲居在北京东安门外的 贤梁寺内 平静地等待着 自己和大清王朝的 大限将至 之后孙中山 张学良 国民政府 都提出过 建立自主汽车工业的构想 但直到1949年 我们依然没造出一辆 像一样的汽车 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们雄心勃勃 却一直困在 以阶级斗争为刚 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争论中 而且因为工业底子太薄 我们一路往前拱 一路摔得鼻青脸肿 改开之后 我们又在计划经济 和市场经济之间 左右摇摆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 我们才彻底迈开不死 走出了一条 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我不知道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未来究竟能走多远 但我知道 为了坐上牌桌 和美德日等西方造车大国 谈笑风生 我们花了一百年 更重要的是 现在我们手里拿的 未必是对三 而对方手里的 也未必是王长 用最平实的语言 为大家解读 国际政治的波云诡诀 描绘中国工业化进程的 艰辛与伟案 是我们的宗臣 卢克文工作室 长期招募主编 编辑岗位 待遇50K加每月 如有兴趣 请发送简历和作品 至9816-91896 atqq.com